讲领展,我记得上年的7月我们都来讲过的,讲了两次 应该有三个公庭会 我相信其实政府也好,或者议员也好,其实我们在座的人也好 对领展所带给市民的问题已经很了解的 讲来讲,就是我们怎么处理的 当年政府自己的律师代表 他是跟终审法院讲 有四个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例如赠费接博巴 带居民去一个设备较完善的地方 又或者底层公屋改建做商铺,增加零售设施,起身商场 或者在房委会自己经营商铺等等 这四个事情 这次去到现在的局面 好像政府真的动都没动过 老实说都挺束手无策 林郑就说我们讲回购的人 没有智慧是愚蠢的 我不知道今天民建联和工联会是否一样这么愚蠢 因为我刚刚听到有人说民建联都要 支持这个策略性回购 我也很开心 他终于回到我这边 要有一个叫回购的行动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三年前和梁志祥爭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还说我愚蠢 不过都不要紧 05年的时候 是十个多 今天已经是九十几元 当然如果今天你说要买了他 拿2000亿出来值不值 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你们从来一步成果 15元那时候 08年 是这个议会都不肯买 那时候老实说 如果那时候不做就真的愚蠢了 另外策略性的回购 我们当然支持 比如你说重点买一些 如果领活领展的 我们买回来 然后将他去提供多一些 去改建他 令到他有多一些 社区设施给回当区的居民 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 例如你看到现在新田围 还有你政府答应过 那些字缚吧你又没有做 你看到新田围 最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打算政府是怎样做 是不是有些老人家 继续拿些买菜 走这个长命斜 走这个新翠村 还是去这个 去沙田大街市买东 那另一件事就是 比如说 收地 关于一个 用收地条例来处理 在2018年的 7月 葵冲的升降机 都是用了这个方法 是机会资本的 是用收地条例去拿回来 用公共的用途 来帮居民兴建升降机 柯创成也都是 在当个月 7月 去年7月 你都是问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 宝达村 和黄大仙下村 这个问题 那你政府的回应是怎样 为什么你这么多 可以用的公共用途的理由 收回来 去令到我们的居民 改善生活 为什么你不做呢 你今天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做不到 �成 让你 评约 关于 白 随 评约 说 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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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约